大家好,我是吴秋昌,我来自芝加哥,但是我是在武汉出生的。 今年5月10号后,我就满20岁了,不再被成为青少年。 我是西肯塔吉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织修中文以及商业学创专业。 我从高中开始学中文,到目前为止,学了一共三年的中文了。 在西肯塔吉大学,我不但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志员, 辅助帮主义年级的学生,计划他们的教育事业。 我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这个学期的期末报告。 就是关于美国目前的经济。 我选择研究这个话题是由于我希望毕业以后担任经济相关的工作职位, 而且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那我来说,现代人对这个沉重的话题的关心不够深刻。 我认为这个话题值得大众的注意, 因为经济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有迷不可奉的关系。 虽然我们现在的经济有许多的问题, 比如既有价格一致上涨, 不稳定而不稳的股票价格, 还有很多生育缺工人什么的。 但是我并不能讨论每个经济话题,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比较想给你们介绍一下。 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公司确认。 由于新冠肺炎的缘故, 大部分美国人不愿意回去工作, 所以大量公司确认, 大量公司确认对我们最近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很多公司的股票也因此动不动就涨, 有动不动就涨。 加上同货膨胀和供应断缺的问题, 凭倦美国人们的经济收入也有下跌的趋势。 这种普遍现象全因新冠肺炎害得 我们国家的经济变得特别不稳定。 自从新冠肺炎开始后, 愿意上班的工人变得越来越少, 因为人们不但害怕生病, 而且实际上很多人真的生病了。 大量科学家都统认新冠肺炎对人口生命的安全有很大的危险, 所以他们建议我们应该待在家里。 不过这个话题也造成了很多种植矛盾。 从新冠肺炎开始后到现在, 是有普通种植与建的种植加生殖普遍老百姓, 也都在终到哪一方面比较重要。 我们的经济还是我们的健康。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阵子的经济会出现问题。 而最近虽然许多人都能回到岗位工作, 不过有些公司还需要他们的工人戴口罩, 因此,那些不戴口罩也不相信打针有用的人, 让其他人也不太愿意回去工作。 同时,怕被感染的人也宁可待在家里也不出去工作。 如果更多人回去工作, 我们的经济就会开始好转。 同时的,如果许多公司继续缺人, 那么美国人的经济肯定就不会进步。 虽然许多可谁家觉得我们能回到公司上班, 但是有些人还是害怕。 就算可谁家说我们能很安全地工作, 人们也觉得这个到岗位上班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大多数的美国过敏可能觉得疫苗安全, 但是有些人还是觉得疫苗不太安全。 我觉得如果越来越多人都源于大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么人们就不需要太担心安全的问题。 在我看来, 大量人每天抱怨我们最近的经济状况, 但并没有对经济足够贡献。 新冠肺炎之前, 美国的经济特别好。 但是, 这个大流性疾病让我们非常不错的经济水平跌得很惨。 如果我们想要回到我们以前的经济水平, 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新冠肺炎不会离开我们的事实, 然后好好调节, 比如好好回去工作。 虽然我同意我们不得不认真的对待这个疾病,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我相信打针和口罩, 不过我也相信人们有选择打不打针和戴不戴口罩的自由。 但是人们也应该回去工作, 好让我们的经济恢复以前的繁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